铁像四水街汇聚了众多的老成都元素, 让人有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都。 望蝉铁像四乐水新天府, 整条街道建筑的设计给人年代感与现代感互相交织的感觉。 回蓝塔取韩子,站百川而东芝,回狂澜于祭道而得名。 站在这座塔下抬头看,很难想象在如此繁华的都市中, 竟能看到如此古朴的高塔。 肖家河贯穿整个水街, 特色房谷建筑,吊脚楼,水边楼台, 完全满足了小编对于房谷水箱的遐想。 在这里,穿梭在历史和当下之间, 翻动着喜爱的图书,远离城市繁杂, 偷得浮生半日之感。 水街最常见的风景, 几把竹椅一张小桌就拼凑出最简单而又最生活的画面。 当成都的特色, 爸爸茶与铁箱四水街相意识的喧嚣情绪都在这一刻迸发。 艳阳的下午, 一杯清亮的绿茶, 嘴里还时不时呼唤着打牌的声音, 所有的不满都在此刻, 烟消云散。 人生何处不修行, 隐僻喧嚣, 起山干, 紧看车来, 又车往。 前观凡胜, 日清寒。 红尘苦短, 离愁久, 凡事平常, 寻愿叹。 但出囚牢, 心自在, 笑吃福俗, 一身宽。 下集ур, 手表, 天后, 岑, 风中, 明天后, 这种人, 是天后, 敌, 感谢观看